第三題 大界準備了甲乙餅三根飾管 飾管內均裝有無色的水溶液 其內容物如幼圖所示 已知水溶液酸鹼性對紅鳳菜菜枝的顏色變化如下錶所示 取紅鳳菜枝分別遞入甲乙餅後 各飾管溶液依序為何 我們看到甲氏石醋 所以它應該是酸性 所以甲氏酸性 它的顏色應該是橘色 乙是小蘇打 小蘇打是碳酸氫鈉 溶於水層弱解 所以乙是鹼性 它的顏色是黃色 那餅是食鹽 食鹽水是中性 所以餅是中性 它的顏色應該是綠色 所以甲乙餅的顏色應該分別為橘色 黃色跟綠色 所以第三題問我們說 取紅鳳菜的枝分別遞入甲乙餅後 各飾管溶液顏色依序為何 我們答案選B 橘色 黃色跟綠色